大家好 欢迎回到谈谷论经 我是老班 今天是周末是吧 所以我们出去玩了一下 现在晚上回来补做一下这个视频 在这个视频里面 我会说几个 我认为最近比较值得投资的几个币种 所以大家可以仔细听到最后 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目前的状况 现在这个图是CME的图 在上个星期周末的时候 它出来了一个比较大的缺口 就是从33000一直到34500 1500块钱的缺口 这个缺口 它会不会在近期回补 我觉得有可能 但是可能不是在最近的一两周 因为最近两周比特币非常的强势 是吧 所以说它很有可能在比较远的将来 再回来回补 至于什么时候 那就要看多头什么时候用完现在的能量 在这个周末 它就CMEFuture的最高点是在42,000 最低点是在38,200多 这个就基本上就对于周末来说 比特币的价格一般就会在这个范围内进行运动 从38,000到42,000附近 然后在周日的时候 周日晚上8点 当CMEFuture开盘的时候 如果它低于这个下面这个价格38,000 就会在下方出来一个缺口 如果它高于上面这个价格42,000 就会在上方出来个缺口 那么既然上个星期 比特币在出来的一个大缺口 那也很难保 下个星期它会不会出来一个新的缺口 它可能是在下方出来个缺口 也可能是上方出来个缺口 总之这些缺口对于多头跟空头来说 都是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说现在我觉得是否会出来新的缺口 都有可能 有可能出也有可能不出 就像没说一样 所以现在我们就只能看一下现货的价格 现货的价格 比特币终于冲破了 终于冲到了42,000 这个最重要的压力位 为什么它是最重要的压力位呢 因为它比之前的这个点位要高 也就是说呢 比特币首次创造了一个比之前这个点位要更高的点 那么现在如果它要确定一个上行的趋势 比特币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回来 形成一个比之前这个低点要高的点 那样的话就是一个高点比之前的要高 低点呢 要比之前的要低 只要是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说比特币开始确立一个上行的趋势 所以说目前的走势对于多头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利 但是这几天呢 由于比特币冲的太快 它在这个小时线跟四小时线上出现了一段时间的这个证数 Bin Max Index Funding出现了正数是吧 出现正数的话呢 对于多头并不是有利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更长时间的这个震荡 来重新把Bin Max Index Funding重新变回复数 现在呢 又对于多头又是变成再次有利的局面 所以现在有一些山寨币开始利用比特币的震荡 开始他们的趋势的变化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视频里面要跟大家说几个比较重要的 我觉得现在比较值得大家投资的山寨币 首先之前我说过的是吧 我重仓的第一重仓是以太坊 以太坊呢 也有这个开始上行的趋势 它跟比特币一样也是冲上了2400 之前我说过2400是它非常重要的点位 如果它冲不过2400 它很有可能呢就会往下掉 之后就它的目标价会掉到300多是吧 所以说这个目标价是很恐怖的事情 如果它完成这个下行三角的话 现在呢 它冲上了2400之后 这样就会大大的缓解这个危机 之后它很有可能会跟比特币联动 但这个视频呢主要不是来说这个以太坊的 我所持有的重仓 第一重仓 山寨币第一重仓是以太坊 然后是uniswap 然后到kcs 还有这个crb等等 那今天呢 这些山寨币我暂时先不多说 我来说几个最近我刚刚建仓的山寨币 因为有一些朋友问我现在应该能不能买比特币 买比特币的时间 从5月19号开始 比特币从掉到4万以下以后我就开始买 所以说从它掉到4万以后呢 之后一段时间是你最好的建仓时间 现在呢 我并不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建仓时间 因为比特币正在处在这个42,000的重要关头 它随时有可能会往下掉 也有可能会往上冲 所以说 现在投资比特币 我认为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 就是说它是比较稳 对所有加密货币当中 比特币是最稳的 但是呢 它无法让你一下子获得比较多的财富 以太坊其实也是类似 因为以太坊的市值比较大 排名前十的也是类似 比如说这个DOT 我也是最近一直在加仓 今天呢 它终于开始发威了 是吧 往上涨了 现在往上涨了12% 我觉得它的涨势只是刚刚开始 这一波回调呢 把之前的卖压 基本上都给消耗的差不多了 之后只要比特币平稳 慢慢的往上涨的话 这个DOT也有很能跟着往上涨 好 那现在这些主要排名前十的山寨币 我也不打算说 是吧 我来说一些我最近投资的山寨币 首先第一个是O3 swap 这个swap 是我最近最喜欢的一个跨链项目 是吧 它虽然说它是叫做swap 就是看起来像那个 Pancake swap 也也像那个uniswap 是吧 但实际上呢 它是一个跨链的项目 是吧 它最主要的功能是跨链 跨什么链呢 我们有以太网 是吧 以太网是一个链 bcs 就是binance smarttrain是一个链 啊 polygon matic 是另外一个链 还有hackle 是另外一个链 是吧 这是最目前来说比较 要受大家欢迎的几条公链 这几条公链呢 用这个O3可以相当方便的从一个链转到另一个链 这是我为什么如此看好这个O3的原因 目前能够做到这种技术的并不多 是吧 我目前还没发现其他的 这个项目能够做到像O3这样比较方便的 我看一下它的这个 我之后会跟做一个视频专门教大家这个怎么用这个O3swap 这是它的那个网站 然后呢 如果你进到这个地方来的话 就可以从一个链转到另一个链是吧 在这现在有5条链在这个地方 我会做个视频专门教大家怎么用这个O3swap 但是我最近我一直在用 觉得它非常的方便 是吧 它的市值现在也相当的低 57个million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它的排名 在加密货币当中的排名 现在还是相当的低 我看一下在这好像看不大到它的排名 所以我们去 CoinMarketCap上大概看一看是吧 如果你看到前100的现在他们都有600多个million 那这个O3swap大概能排到什么位置呢 估计要排到200名开外 就是说现在的排名还非常非常的低 像这种加密货币 我就特别是它非常有潜力的加密货币 我就非常喜欢建仓 如果它排名在两三百名之外的话 很有可能它的价格在以后能够翻10倍以上 这也是我为什么对它进行建仓的原因 现在我建仓的价格呢 就是现在的价格 它最近是一直在往下掉 是吧 3块 现在只有3块5 所以说我就建了仲仓 它是在我之前以太坊Uniswap KCS之后的第一仲仓 还有DOT是吧 在DOT之后的这个第一仲仓 我觉得它的将来非常的有前途 它最近价值一直在往下掉 是因为有很多人在里面质押 质押了以后呢 它就拿到新的这个欧三 这个加密货币 然后呢 他们就把它给卖掉 是吧 它跟其他的这个DFI项目相类似 就是都会有非常大的抛压 因为很多人呢 是质押之后拿到这个利息 就把那个欧三给抛掉 就跟其他的这个DFI项目一样 是吧 但是呢 很有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有很多人 有一些有眼光的人 就会把他们的资金埋伏在里面 等大家都抛的差不多之后 他们就会开始拉盘 我自己呢 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说我现在建了重仓 是吧 我同时也在里面挖矿 然后挖出来的O3 我也是继续拿去质押 这是我第一个要说的 是吧 O3Swap 目前一个比较 市值比较低的 他现在在 在这 他这排名有430多名 是吧 所以说前途无可限量 最近他刚刚冲到 刚刚跑到那个Polygon上 也开了他这个Swap 之前Polygon他那条链呢 是没有的 是吧 最近呢 刚刚从跑到Polygon上开起来 所以说现在他是非常跨链 非常非常的方便 好 这是跟大家说第一个 最近我比较看好的 加密货币O3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 我比较看好的 另外几个加密货币 Matic 我就暂时先不多说了 我之前的视频 之前的视频里面 我就一直在说这个Matic 就是Polygon 他们这条公链是做的非常的好 非常的省钱 比BSC要省钱的多 是吧 BNB现在是300多块 所以上面跑呢 实际上也是比较耗钱的 是吧 大家最近玩Crypto Blade 就知道玩一下那个游戏 每打一架就要2毛5 所以说它的是比较贵的 Matic现在还是非常的便宜 我一个Matic能够在那个Polygon上做上好几百次的交易 是吧 就是一块钱 我就能用好比好几百次 所以现在呢 它的价值是非常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之后我觉得这个Matic很有可能会涨 呃 冲到这个至少是接近前十 我看现在排名多少呢 Matic现在排名已经是不低了是吧 但是呢 我觉得之后还能够跑得更高 现在排名第17 但是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在 最近或者是在一年之内能够冲到前十 是吧 也就是说它的价格呢 至少能再翻个2到3倍 至少至少能够翻2到3倍 好 然后下面再说一个 MDX 这也是我最近建仓的一个加密货币 MDX呢 它在Hackle上 就是Hackle那条公链上 基本上是 啊 No.1 就是No.1的这个swap 对吧 就是这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在Hackle上应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个交易所 它的地位呢 有点类似于以太网上的unit swap 所以它由于它最近的价格呢 一直在往下暴跌 是吧 它是形成了一个下行三角 在这儿 然后呢 掉下来了 掉下来之后 就是我们建仓的最好时机 就是现在是吧 所以说我最近是在一直在加仓这个MDX 很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它的RSI呢 也是超级超卖状态是吧 所以它未来一段时间内很有可能会开始往上冲 它除了刚开始出生的时候呢 往上冲了一两波 实际上并没有有太多的动作是吧 这是MDX对BTC 这是对这个USD 那之前呢 它是往上冲了一波了以后 就一直在往下掉 是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MDX 未来也是非常的光明 因为这个交易所在黑口上做得非常好 好 说了几个比较重要的是吧 好 现在我再来说一下 我之前在群里面推荐过的TLM TLM呢 有一些群友要求我说是吧 因为呢 他们之前是在0.4美元左右建仓 然后呢 之后TLM是一直在往下掉 TLM是一个什么币种呢 它是一个游戏币 是吧 就是那个Alien World的游戏币 他之前呢 是出生之后 冲到了八毛钱 然后就一直往下掉 然后之前之前呢 在这个地方筑底 是吧 在七分前这个地方筑底 然后这最近一段时间开始往上冲 它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形态 就是一个头 然后呢 两个肩膀 它的这个颈线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它现在的这个形式形态非常的不错 完成了一个 头 头肩底 完成头肩底之后 它的最近的目标是吧 是最低目标 至少呢 至少呢 是在 可以量一下 是至少是回到 呃 四毛六 这个地方 是吧 这是它的最低目标价 很有可能呢 我觉得这个 TLM会在最近呃 乘着游戏币的这个东风 会往上拉一大波 是吧 很有可能会冲得比之前的这个八毛钱还要高 当然呃 它可能不是在很短一段时间就能做到 是吧 可能要花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我觉得这个TLM跟其他的游戏币一样 是吧 很有可能在最近会形成一波上涨的趋势 而且很有可能会涨得非常的高 之前的那个Skill 涨了一大波到180块 是吧 Skill对Skill也可以稍微说一下 是吧 就是它跟这个呃 就是Xinfinity就是领头羊 是吧 然后呢 最近是Skill涨了一大波 那个 叫什么 MyDeFiPad 就是我之前做的那个视频 MyDeFiPad呢 他那个DPad 最近呢 刚上了Qoocoin 是吧 很有可能在最近也会上这个Binance 然后DPad之后 也有可能会涨得非常的高 是吧 所以现在我也是买了一波这个DPad TLM Alien World 这个游戏 我有玩过一下 是吧 呃 它的这个游戏设计呢 有点像是个去挖矿 但是需要我们需要我做非常多的多的操作 所以说我玩了一下 我就没有继续去玩 但是呢 它的支持者非常的多 所以有很多人在玩这个TLM这个游戏 所以说 呃 有很多人支持的这种游戏壁种 很有可能在以后呢 还会涨得更高 好 这是说一下这个TLM 然后顺带说一下Skill Skill冲到180美元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群里面大喊 大家一定要卖 是吧 因为它回来回测的可能性非常的高 所以它最近是一直在往下掉 是吧 因为大家都在卖 它掉到50多块之后呢 今天有了一个反弹 反弹到70多块 它 Skill呢 实际上现在处在的点位 就是处于它的黄金分割点 是吧 在黄金分割点进仓 实际上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呢 呃 我这个游戏是用游戏玩游戏来赚钱 是吧 我只需要买足够多的Skill 去建造我的人物 然后呢 我就可以用人物去买 就可以赚到新的Skill 所以说我并没有 呃 重仓买这个Skill 是吧 呃 我只是放了一些人物 我现在不断的每天用人物呢 去赚新的Skill 呃 然后再再召唤新的人物 是吧 总之是上 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上个视频 就是呃 我给大家算过是吧 但是它最近的算法呢 有一些变化 就是它多了一个Multiple 呃 就是可以一次打四把的是吧 就是之前呢 它有200的能量 每次每打一把40 然后呢 你要打 可以打五次是吧 200的能量可以打五次 但是现在呢 你可以一次性 把200能量都用掉 这样的话呢 你只需要用一次的 这个交易费 就可以打掉五把 是吧 虽然说你有可能五把全输 但是呢 我算了一下 实际上这样非常的省这个 呃 交易费 所以长远来看 用这种方法 可以赚到 比之前更多的钱 是吧 虽然说是现在的这个 由于它现在价格偏低了之后 它的收益呢 已经大大不如之前 是吧 但是呢 它仍然是在赚钱的状态 是吧 如果你用四个以上的人物去玩的话 仍然是赚钱的状态 所以说我还在继续玩 是吧 除非它掉到某个价格 但无法再cover 它这个gas费的 这个gas的费用的时候呢 我可能就会停止玩这个游戏 目前为止 它还是赚钱的 是吧 呃 然后我再说一个 有一些朋友 推荐的 来 呃 要 这个 这个游戏是吧 呃 它的 还没有上线 但是呢 它已经冲到排名256 它为什么这么牛逼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它那个网站 是吧 从这进去 这个游戏看起来非常的牛 它在这放了一个trailer 然后它的trailer 它的画面 显示它的游戏做得非常的牛逼 是吧 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大的制作 所以说 呃 它现在有很多人呢 就 就先投资了 是吧 所以说我也小小的投资了一把 我只买了 1000刀 我就买了4到4.5个还是多少个 呃 因为它现在已经涨的比较高了 它从之前从 29块钱已经涨到现在 已经涨了超过5倍以上 是吧 所以说你现在买呢 要是你被套了 不要来怪我 是吧 我没叫你买 但是呢 我只是告诉你 这个游戏看起来非常的牛逼 很有可能以后呢 它会涨得很高 但是呢 你现在买进去 有可能你也会被套牢 所以说 呃 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如果你要买的话呢 轻仓买入 是吧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呃 呃 这个词 轻仓买入 千万不要说哈 是吧 比如说像我那些朋友呢 在这个买那个 TOM 在4毛多 的时候呢 是重仓买入 然后现在呢 你就没有这个 呃 腾挪的空间 你就只能 看着它这个价格 一直往下掉 啥都做不到 是吧 呃 割肉又舍不得 加仓了 又没钱了 所以说呢 轻仓买入是你现在是比较好的选择 是吧 呃 买入 买入之后 它要是涨的 像向上涨了两三倍 你把它卖掉 你就赚了 是吧 呃 但是如果他往继续往下掉 你就可以 你还有钱加仓 是吧 所以说我并不建议 你在一个币种往上涨的时候呢 重仓买入 是吧 你要追可以 但是轻仓是吧 好 呃 今天说了比较多的币种是吧 大家可以回去消化消化 那我再会在下一个视频中跟大家提一下怎么玩这个欧三swap 呃 它用起来非常的方便是吧 欢迎大家收看 好 我们这个视频呢 就先做到这儿 想加入我们电报群的朋友可以点在 呃 视频开头跟结尾的QR code 然后 呃 还有稍微提一下是吧 就是有一些这个 呃 新游戏呢 他们出来以后会空头 然后呢 呃 之前我在视频里面说过是吧 有一个游戏叫做 呃 Prophecy 叫Crypto Prophecy 的这个新游戏是吧 他的这个新游戏呢 呃 我在这个里面 聘了一下 是吧 在我们这个电报群面聘了一下 就是 没有注册的朋友可以注册 算我也把这个 放在这个 视频的下方 放在视频下方 大家可以去注册 呃 这是我的邀请 邀请 网页 然后 大家注册之后呢 呃 注意要用一个新的这个metamask地址 是吧 你不要用你的重要的metamask钱包地址 呃 要用一个新的是吧 然后呢 呃 email 然后呢 telegram的那个username 你就可以 就可以注册了 是吧 然后当这个游戏上线之后 你一开始进去玩 他就会给你空头 是吧 所以说 呃 你可以拿到五块钱 呃 我也可以拿到五块钱 是吧 大家都有好处 所以说 呃 欢迎大家来这个 注册这个游戏 是吧 我觉得这个游戏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就先说到这儿 呃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就在下次视频中再会 拜拜